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废嘴零食 小钢筋 据说这是全网最硬的零食饼蛋 纯小麦压制而成 这可是一款吃完不会变胖的零食 想不想来一根 我竟然摆断了 这用的饼蛋真的是给人吃的吗 你说它是给狗毛亚的我都先 等了这么半天 我只咬碎了一小片 看看究竟是你硬还是我的狼头硬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足足咬了四分钟 可是它的外表丝毫没有什么变化 我想只能用我的头水慢慢感动它了 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 一共有三种口味 今天我就要吃个过瘾 谢谢 就这一把隔壁老奶奶都缠哭了 差点把我假鸭给攒掉了 我刚才想起来我今天排队是飞飞零食 我大意了啊 甘草糖这是一款德国的糖 据说是用甘草花椒大料 等于系列使用香料做出来的糖 这个甘草糖的颜色好黑呀 乍一看形状还挺像一只蜗牛 这样像不像两根面条 这真是一股花椒大料的味道 有没有那些熊老奶跟我一样讨厌餐里那些花椒大料的味道 有的话才平时去扣一 这外味太变态了 我还喜欢吃这种糖 这么哑上不说还一股死味 果丹皮 绝都绝不动 这哪里是果丹皮啊 这不明明就是板砖嘛 怎么跟撕皮革似的 真的能吃吗 做成 weird 真的 avoir 没有很 funny 所以不行 昨天都没吃 电 centres